各單位的首長 請那個陳次長 法務部陳次長 請法務部陳次長 委員長 次長 民國97年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在修法院組織法的時候 要成立特徵組 然後要對檢察總長 讓他有任期制 不要受到外力的干擾 能夠對高官 包括總統、副總統 跟五院院長、部會首長、上將級的 這些重要的高官來做處理 有涉攤的部分來做處理 本來我們懷抱的對他是期待非常高 結果以最近的特徵組的表現 我們真的是看的是非常的難過 這已經涉及了這個特徵組定位的一個問題 他到底是特別偵察組他已經變成了 就像在野黨所說的他變成是東廠 我們現在是民朝嗎 我們中華民國現在還是個民主共和國嗎 我們現在是皇權嗎 那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那再怎麼講他跳再高還是脫不了法務部的首長心 那你今天代表這個法務部來 你是不是應該要表達一些立場 特徵組只是我們法務部所屬 最高檢察署裡面的一個特別偵察組而已 他不是高高在上啊 他還要受到你們的管控啊 他不可以的無法無天啊 拿著這個上方寶劍啊亂砍啊 搞不好你去查一查他搞不好連總統都監聽啊 蛤 跟委員報告那個特徵組辦案呢 還是要依循相關的法律程序啦 正當法律程序 所以呢他也不應該是高高在上 或是說違法亂紀不會 那我們法務部也有要求各級檢察機關 包括特徵組在辦案的時候呢 要克遵相關的規定 這一點的話法務部是再三的要求的啦 那至於說委員所指教的 周刊所報導的是不是有 射擊到個案問題 我們昨天有把資料交給最高檢察他們去回應 因為射擊到個案法務部不便待會回應 那我們目前還沒看到他們的回應資料 這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也是一個定位的一個問題啦 不要把自己膨脹的太大啦 包括當時他說他依照憲法四條的規定 還怎麼樣 他又不是五院的院長 連這個事情他都講得出來 他是司法人耶 他就踩到腳踩去喔 那這很離譜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法務部要負起這個責任 目前發生這個事情呢 一定要做處理 這個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檢察總長呢 第一個他違法監聽 違反了通訊保障監察法 這事實也是很明確 涉及洩密 北檢也已經跟他起訴了 起訴在案 你看這個事實上啊 這麼多的證據 再加上這個監聽副 消前副總統啊 這個事情絕對不是這個 說他程序上啊 的疏失而已啊 所以法務部要負起責任啊 不能再去包庇他啊 他是一個 你們法務部的一個農倉啊 這農頭不說不拿掉的話 你法務部的這個 這個整個形象啊 就毀在他一個人的手上耶 所以是不是啊這個 要趕快做處理 除了送這個檢評會之外 是不是法務部自己本身 要把他這麼多的證據 是不是移送給監察院 去做處理啊 我們相關的資料都有 那我立法院我也會做處理啊 我們都會尊重立法院 但是相關的這個行政啊 那當然刑事起訴的部分 是有關於洩密部分 那行政的整體的部分 檢評會還有監察院 他們就統所處理 那這個部分因為 他是經過立法院同意 總統任命呢 法務部也不能直接的做處理 那我們會做 注意到相關的後續的發展 雖然是有任期制啊 但是任期也快到了啦 他不要說死皮賴臉 還賴在那個位置上 不行的話 我們連特徵組都要廢掉 如果是他這個心態沒有改的話 我們不希望因為黃世民 總長一個人的事情 的想法 或者是作為的一個錯誤 而把這個特徵組 國家的一個機關啊 就這樣沒有了 跟我們原來設立特徵組的目的啊 完全相違背耶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法務部影響太大了 檢察官嗎 現在都抬不起頭來啊 對不對 以後你們辦案人家會相信嗎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是 必須要法務部好好去處理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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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請喔 那個 金管會喔 黃副主委 請金管會黃副主委 委員長 那個 副主委 是 那個 銀行是不是特許行業啊 受高度監禮特許 特許 特許行業對不對 那所有的銀行成立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跟他收取這個 這個特許費啊 跟這個 市基一樣啊 市基還這次收了兩千多億耶 我們 你們收了多少錢 每年收監禮費用 那另外是執照費而已 對啊 你特許費沒有嘛 沒有 那跟 執照費跟特許費有另外一回事 那有資本額的限制啦 特許費沒有嘛對不對 他既然是一個特許的行業 那政府的特許行業 當然要 要繳這個特許費嘛 好 現在沒有繳特許費還沒有關係 你現在呢 這個 他有繳稅嗎 他要不要繳稅 有啊有繳稅 繳什麼稅 銀利事業所得稅啊 多少錢 幾趴 每個銀行不一樣 現在不是17趴 17趴 那是銀利事業所得稅 對 那另外那5趴原來那5趴是什麼錢 那個 營業稅 營業稅 對 那營業稅現在有繳嗎 沒有嘛 有 有 有嗎 不是吧 那3趴沒有了嘛 我知道 2趴的部分 現在是 到哪裡去啦 呃 有一部分到存保的這個 存保嘛對不對 對 到存保嘛 2趴是到存保嘛 好 那2趴存保的話 換句話說呢 政府是連一毛錢都沒有收到啦 還是有啦 這銀行還是有交稅 要 就苦哈哈的 就是銀行也 賺得飽飽的 賺飽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還動用關係 來 喔 這個跟你們金管會來遊說啊 你們金管會到底有沒有拿人家的錢啊 為什麼手軟 拿人手軟啊 那沒有為什麼一直在捍衛他們呢 你們主委為什麼要在捍衛他們 我們是對消費者 我要叫法務部啊 你們連政署好好查一查 跟這個有沒有掛鉤啊 跟外商銀行 銀行共會有沒有掛鉤 要好好查一下 還要來這裡捍衛 捍衛什麼 民法205條 民國18年修的 牽涉到八百多萬的持卡人 的權益 一千五百多萬張的 金融卡 結果呢 卡在足八十幾萬 欺負人家 民國18年定的法律 現在不需要修嗎 現在歷歷才一點多 不需要去修那個 二十嗎 百分之二十最高利率上限嗎 還不但是這個要 這個最高利率上限 這麼高 而且呢 還有違約金 還有罰款 還有手續費 銀行啊 比強盜還厲害 合法的強盜啊 你們身為一個管理 政府的管理單位 本來就應該要 是你們有政府 我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什麼 by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對不對 就是為人民啊 因為人民你才成立這個政府呢 你要為人民服務耶 你們是公譜耶 你不是為那個銀行的財團呢 在服務耶 民國十八年修的法律 現在要不要修啊 定的法律 當然要修啊 暴力的一個行為 當然我們有有有必要來做一個處理啊 所以啊 不管我們當然是會 在修訂的時候 我們要考量他的 啊 現金的成本 資金的成本 還有他的overhead 還有這個風險成本 還有他的profit的利潤 我們會考量 但是這是社會正義 社會的一個公平正義 人家都已經淹下去了 都要死 掉水裡面都要淹死了 你還把他按下去 拉他 不是 要跳河了 跳海了 你還推他一把 真的是沒良心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修 我認為說這個最高利率上限啊 這是 這個不是說 這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 我們必須啊 我們法隨時轉 所有的法律都可以修啊 怎麼不能修呢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去捍衛呢 我真的是要 要求法律不好好查一查 叫廉政主罪好好的給我調查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啊 好不好 我歡迎呢 那個你們主委來 好好的跟我們說清楚 講明白 我想啊 這個是我們在修的時候絕對不是無地放死 你們講那些理由都是屋首啦 我們可以透過立法的技術啊 我們可以透過立法的技術啊來做處理啊 比方說 這個18%的 退普基金存款的 退普基金存款的18%的 或是說 那個 當店的 利率比較高的部分 它是特別法嘛 特別法又以普通法 我們根本就沒有差 對不對 我們就是希望找回公平正義 不要欺負人家 人家最苦的 就像剛才廖正經委員講的 那句話雖然很難聽啊 但是很貼切啊 銀行就像那個妓女一樣 有錢就好 對不對 這很貼切嘛 真的這麼沒有價值嗎 人真的 人格這麼沒有價值嗎 銀行被人家形容成這個樣子 我丟臉丟透了 我認為說啊 我們是在做一件對的事情 我要呼籲我們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所有的委員啊 我們今天啊 務必把這一條啊 修訂通過 送出委員會 導致我們對全體民眾的一個負責 我們要對那個八百多萬的這個持卡人啊 來負責 跟他們爭取權益 為了一萬 一千五百萬張的這個 這個 持卡人 我們來幫他爭取權益 為了八十萬的卡在族 我們來幫他爭取權益 我們勢在必行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